即将赴国外参加侦察兵比武 机军队团兵迎来的是一轮轮的讨核 淘汰 心理素质 战斗技能 抑制品质 在激烈的拼战中 究竟是谁能够突出重围 最终争得一席之地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血性突击 侦察兵赴国外比武 选拔纪实第二集 再快点 再快点 好 放标准 打标 准备 进行压力攀登射击的 是南部战区陆军第十四集团军 谋与景真来的官兵 二十七任当中 江湖四个人 有机会复国外 参加国际侦察兵的评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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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 压壁攀登设计考核之后 就将进行第一段设计考核之后 但现在的情况是 连掌设置的这个科目太难了 先爬满了二十几米 所以说这个身体 这个呼吸 它也是这个心跳的加速 导致那个单手拿着枪 它也不是很稳 扎着气球那边下面也在画 而且距离较低 距离不能达到五十多米 所以的话这个不好打 准备 加油 抓紧 拉电保的正值 快点快点没有时间了 停 开始设计 设计位置接近了十层楼的高度 需要耗费大量投币攀登上来 而从这个让人感到眩晕的位置 进行扶脚射击 很少有人命中目标 小王给对你们开个好头发 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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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稳住 这是二排排长冯杰 因为在之前的考核科目中 发挥的不够理解 所以他本人以及他准备的其他队员 更希望能够在这大科目上 拿到好成绩 别打动 别要活 不要活 让而 风鞋的前三发子弹也没有命中目标 他还有两次机会 哎 打电了 我做 风鞋又没有矛盾 只剩下了最后一发子弹 二排的这几名队员都跟着着急 因为第一轮淘汰的规则是 在三个排当中 成绩排名最后将有两名队员淘汰 成绩倒数第二将有一人淘汰 而综合之前的考核科目 二排只以微弱的务势暂点第二 被淘汰两人或是一人 都是他们都愿意接受 好在 风鞋的最后一枪命中了目标 再见 哦 很不满意 排场打成这样子 下面的人压力又大 来 告辞 毕竟五六十米 我还是确定要体力的而去 纯片一手上 脚上真的要走 手上没劲的话 很难上来 他们跑了三十米左右的手车进行设计 说是难度跟打 实际上 连掌设置的这个科目也是贴近实战的 实战中经常会遇到通过攀爬崖壁 渗透到敌人背后的情况 如果在这个时候被敌人发现了 就没有办法隐蔽 必须在第一时间就把敌人消灭掉 尽管这里的地形复杂 条件设置苛刻 但方介他们也知道 要想赴国外参加国际侦查病的比武 就必须政变 另一边是一排的队员 这时一排的队员已经命中的一个目标 此前的几个科目 一排的成绩遥遥领先 而现在他们又给二排和三排带来了压力 很快 二排的一名战士就要上场了 这回又轮到防截紧张了 我们到那个位置 你把身体也要先保持平稳 第三法 这名队员就命中了一个目标 而除了命中目标 判凳的时间也会被寄入城际 继续前进 加油 快点 能超过 有信心吗 有信心 我对我们排的兄弟有信心 我对我们整个集体都有信心 我感觉我们实力还是很强的 一定可以超越他们 接下来 二排又有一名队员命中了目标 加油 到现在 二排上场的队员都命中了目标 实际上 也和排长冯杰 跟大家的交流有关 你们待会修的时候 不要慌 打第一枪的话 你不要在那边中间 通常 手枪射击时 子弹飞出是一个抛物线 理论上 手枪25米水平射击时 要想打中10环 就需要瞄准下8环 这样才能正中的心 所以 封杰让战士们 瞄准气球下方的木杆中间射击 尽管崖壁盘登设计的难度很大 但封杰他们目前的形势还比较乐观 他们命中了三个目标 和一排并列第一 而三排只打中了一个目标 然而 靠和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 一排又有一名队员上场命中了目标 同志们 现在一排打中了四个气球 我们排只打中了三个气球 但是我们还有反差的机会 希望后面的公子 老而发挥 因为一排的全部队员已经完成考核 而二排还有两名队员没有上场 封杰看到了战胜一排的希望 二排的队员上场了 出现意外抢弹的情况 由于心力更加紧张 这名队员没能命中目标 快要支撑 他是第二队员加油 快要快加油 加油 加油 快要快先进了 这个时间已经被你捍卫的差不多了 三排加油 而在另一边 原来只命中了一个目标的三派 却接连命中了两个目标 他们已经追平了二派 二派的最后一名队员上场时 已经变得十分关键 现在他是所有队员中最后一名上场 如果他们命中两个目标 二派将超过一派 在这个科目中名列第一 如果命中一个目标 他们也可以和一派并列取得领先成绩 但如果没有命中目标 他们和三派就同时变定了 班长自立足迹是一名老兵 设计经验丰富 深得台长冯杰的信任 最后一个出场 他能够定住压力 打中目标吗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血性突击 侦察兵赴国外比武选拔计时 第二集 二派了 二派 手机完毕 二少一派 你太急躁了 自己装了五发烂 打了四个目标 又报告结束了 然而 二派最后出场的这名战士 显然心理压力太大了 不仅没能命中目标 并且还出现了不应有失误 作为队员来说 心里面承受着一种 无形当中的压力 他这个技能能不能发挥的好 或者说是能不能操场发挥 主要他这个心态 占了很大的比例 在设计目标 相同的情况下 把每个队 每名队员 判登用的时间 相加 即为各排 判登用总时 哪个排 判登用的总时间少 哪个排胜出 最终 在亚币判登设计课目的考核中 一排定位第一 二排三排 设计目标相同 但因为二排判登的总时间 慢了几秒钟 他们排在了三排之后 而综合前面的考核课目 二排的总成绩 也从第二 跌到第三 二排 淘汰两人 三排 淘汰一人 虽然二排排长 冯杰 自是懊悔不已 但考核结果 已经不能改变 必须有两名兄弟也要出局 但是没办法 比赛就是残酷的 我也很难做抉择 我只能听见考核了成绩 再结合我们后面 排一些科目 来选择留下来人员 我每一个兄弟都是不错的 每一名兄弟都是 非常棒的 不是 曾经并肩战斗的队员 要退出赴国外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的选择了 尽管房杰的心里十分煎熬 但是作为排长 排的必须做出选择 下面的科目比较困难 像我们前面考的话 更困难 更严峻 更残酷 可能也会更命令再次淘汰人 但是我希望我们下一次 淘汰人不是我们队 而是一队和三队 和三队和三队 神 被强垃圾 策略 龙龙佑 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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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出 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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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其他人有没有意见 其他人可以说一下 有没有意见 第一轮的淘汰之后 经过短暂的休整 剩下的24名队员 马上就要展开新课目的绝处 乘车射击课目考核 已经被淘汰两人的二排 又要咬起牙关 顶住压力了 雨后的路面凹凸不平 轮式车辆行驶时上下滴滚 队员们在车上身体晃动 非常质量 首先是手枪射击 每名队员有五发子弹 设计自己对应的目标 如果我设计的时间 每个把子的话 顶着就是一秒到两秒钟的时间 可能是用大概一秒钟左右 来大概瞄准这个目标 然后再用零点五秒钟的时间 来激发 每枪 上个套 能不能够好 我刚上一把那条 第一个最重要 把那个实际控制好 那个车非常陡 两河车也结合好 感觉那个车什么时候陡 一定要果断激发 轻易压 一定要 但是也要果断激发 从车辆进入设计区 到离开设计区 只有很短的时间 很难分辨出 随情随受 但几轮下来 三排的手枪乘车射击成绩领先了 一排第二 缝起他们的二排 又拉在最后 接下来将是步枪乘车设计 而按照规则 步枪设计之后 排名最后的那个排 要淘汰一名队员 同志们 刚才我们的手枪 打得不是很好 排名第三 我们的步枪打到第一 才有可能不会再淘汰人 形势还是比较凝聚的 考核已经进行到现在了 朋友们不应该再紧张了 心态应该是更加平稳 不会有什么压力 朋友们去 步枪乘车射击 由轮式车辆换成了装甲车 除了颠 装甲车巨大的噪音 和狭小的空间 这对队员们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然而 背水一战的二排队员 这次顶住了压力 他们的步枪乘车射击 越打越好 六环 三号射手 九环 二号射手 九环 二号 九 还可以 二排的成绩现在来看 还可以 四环比较多 车把的比较少 步枪设计之前 一排名列第二 而现在如果二排的步枪设计成绩 超过一排 那么 整个乘车射击的成绩 水高水低 就不好说了 一排的步枪系统了 二排和一排 只各有一个第二 各有一个第三 它两个 平安算是 持平的 乘车射击考核结束 连长也计算出了 三个排的最后成绩 第二轮淘汰 一排的一名队员被淘汰了 而冯杰他们二排的状态有所归生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最后的局面 同志们 当然好用的 刚才我们的步枪 打得非常好 接下来的空梦 不管是谁先第一个上 向上来后 及时把经验将有下 明白吗 明白 一二三 战 事实上 为了赴国外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 在从南从沿的选拔考核中 所以不能说就是长盛将军 北京时间晚上10点30分 正常情况下 现在已经系统了 但是 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直到一个位置 就位 发展 三岛准备 到 到 一百个服务筹 开始 二十三名队员将要进行的 是狙击步枪夜间射击的卡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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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们没有想到 射击之前还要做俯卧撑 而做多了俯卧撑 势必会对队员们的射击造成影响 好 一半了 二十一 快 二十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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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一半 六 六 一半 一半 好 好 一半 剧烈的运动完之后 手很难支枪 注意你的节奏 注意你的呼吸 为了求稳 冯杰迟迟没有激发 队员设计的周团坝上 都有一个小LED灯 在两百米距离上看 是一片漆黑 而走近几十米 才能看到微弱的亮光 到现在为止 你还有 两分四十秒的射击时间 射击有时间限制 三分钟以内 五发弹必须射击完毕 否则成绩就这样做错 这时别的射手 已经打了一发 方杰终于开始射击了 不要弹快 要求稳 反复调整后 方杰继练打了三发子弹 相比较其他排长来说 他的射击速度快了不少 这让二排队员 为他捏了一把汗 最后一个开始射击 却第一个打完 如此昏暗的光线下 快速射击 方杰的成绩能打好吗 排长方杰的设计成绩 到底如何 二排又能够夺得夜间设计课目考核的第一名 让队员不再考太 选拔考核最终又是谁能够脱衣而出 在四个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的名额中 抑制品质 在激烈的拼证中 究竟是谁能够脱出土鲁 最终征得一席之地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血性突击 侦察兵赴国外比武选拔纪实第三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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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